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一键三连 那如果你能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 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了 毕心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姚佳的今天集团 谢谢你身边的同事 麦卡 大家好 有一只新股刚刚招股的 叫做浙江零跑科技股份 代号是9863 那就是做电动车的 没错 可以分析一下给大家听 好 首先讲讲这间零跑做什么 其实零跑那边现在就有四部车 这四部其实价格就不是特别贵 它说价格差不多是 最便宜的那部差不多8万至9万元人民币 最新的那部就是说差不多20万左右 它最贵都是买27万 现在最新一部是C01 最便宜的是T03 其实未来来说它都说会推出一些新车 它说它最新今年就会推出C01 它接下来就会上的 之后2023至25年都推出了多些新车 它说它的目标是想在高架段的位置 再布局多些车 所以它就推高自己的售价 我们可以提提的是最新的这部C01 C01这部是今个月的28日 即是一个星期左右 它就会上市 它的价格是差不多18至27万 其实这部车 它说它预售的顶单也挺厉害的 它说它四个小时内 都收到差不多2万个订单 所以它们就记得看好这部C01 简单说一说它是私营的这部车 纯粹是这些图 大家都有兴趣去看 如果看这些设计 其实看到它的 range 其实就跟其它 brand 最强的 model 差不多 都是大概700km 左右 另外它用电池 都是会用三元尼 或者银铁铁铁都会用 加速方面 其实都差不多3.6 每秒就100km 那些电池的结构 它就用了一个叫做CTC的技术 那边它就说 它那边可以降回成本 大概15%左右 这样就再省下一些 cost 之后下面这个 其实可以看一看它的智能駕駛那边 智能駕駛方面 它就不是用NVIDIA 它就是用它自己研发的 叫做C01芯片的 它就声称 它就说最近一块 可以有4.2个Tops 所以其实对比NVIDIA 距离就差很远了 我想这些就是一些最基础的辅助駕駛 是的 所以这边它其实都想做到L2 所以就 但是它跟 如果再看看一张 就看到它 现在跟其他那些 即可能同龙小胖的P7 P7还用了Xavier 那边是 那时候它用一粒 都已经有30个Tops 所以它的差距其实都是比较大的 那边是 说完它这些车之后 其实都可以简单带回整个Market 那Market那里 其实大家也知道 其实那个 新轮车的这个占比 是越来越高的 尤其是电动车 电动车的部分 它那个科格 它自己都估计到 去到2、6年的时候 它差不多去到 中国的四成 所以都是 整个行业来说 就挺好的 另外下面 就可以讲一讲 它的那些数量 里面是 那些deliveries 它说它这几年 其实它的增长都快 它是挺厉害的 它说2022 同比的升差 是600多 那21年都维持到 差不多400多 那现在 它最新报的 这个Q1来说 Q12022 都说是升400多 那你便看 Q1就说 有2万多报 那如果对比起 可能其他小朋友 想到未来这些呢 其实都看到 它的增速来说 就是最厉害的 它说未来 小朋友 差不多都是2万 3万部左右 那它说的 现在差不多接近 2万多部 是Q1个真 那如果基于网络的数据 其实是这样看 它最新8月那里 其实已经超过 其他那三间的 那里面 8月最新 差不多都是1万2千部左右 那其他那两间 其实是看到 它也在跌下来的 那里面 那之后另外再看 八月那里 其实是个排名 其实都是说 它差不多 由去到第九名 这边是 那它说 它这个1至8月的数据 只不过是11名 那所以这样看 其实它那个 排名 这个防守的数据 越来越快 应该说 我想最主要原因 是受惠于它的车价 是相对来说 是最便宜 是8万到9万元 没错 所以如果你用一个 单价去计便宜 那它的量 应该就多些 没错 那其中一个价格 这个原因 都是价格 那另外也可以提一提的 就是它那个生产设施 那生产设施 那它现在来说 其实它自己 own的一个工厂 就是这个金华路 那金华路 它每年来说 它最多可以生产 20万部 那之前来说 其实就在杭州那边 就有一个 同一间整车厂 去订车的 那它那边 就现在来说 就是差不多 续续续 将这些新车 转回去自己的工厂做 它简单来说 就是 可以用自己的工厂做 可能更便宜 那我们的地区 都可以看一看 大家 那之后另外 最后可以看到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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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一段 就真的 真是增长得不错 那在Q1 都涨了差不多 六百多个百分点 那不过如果看它 下面的GP 其实igpo那里 那里 它一季 已经输五亿的 你便是 那里面 它说 GP Margin 最新Q1 都差不多 296% 你便是 这代表它 导致一辆车的 车是 那里面 但是 都见到 比起以往來說 其實它的表現都好一點 講講最差異的九年的時候 差不多是買一部車輸一部車 現在就是輸20% 另外下面的OPEX那裏 其實都可以看一看 那裏來說 其實它那個 在之前來說 例如R&D那些 其實2019年就佔它差不多三倍的revenue 但是現在來說 只不過是佔12% 所以這邊 它可視那邊 其實都慢慢在改善 另外也可以提一提的就是 它現在來講現金的情況 現金的情況來講 直至7月 其實就剩下36億左右 它一歸 就在OPEX那裏燒5億左右 代表它 可能它現在的cash 就可以支援到它大概7個quarter左右 另外這樣計完之後 其實我們都可以去將它的量和它的revenue 再除一除 這樣來得到它那個average selling price 這樣計算 其實ASP 現在你講的差不多 都去到9萬元 其實都比起去年 都升了四成 另外它每部車的GP 都是 上年每部車輸30萬元 今年就是輸245千元的 另外可以看一看的就是它跟不同的 那些其他創商來比 那邊看 都可以見到它overall 其實它的表現都是比較差的 它在說它現在的revenue QYK的revenue是只有19億 那邊看 但是小朋友 你看到未來的差不多 差不多去到80幾90億的了 另外去GP Margin那方面 它現在都是輸27% 但是其他那些就是差不多十多二十幾% 所以這邊都見到它們之間的差距 另外最後就可以看它 ASP 方面和其他那些對標的 如果這樣看 其實它都是買得最便宜 它說的是9萬元 就是其他那些差不多二十幾三萬左右 所以都見到它們的落差距都真的挺大的 最後就可以看一看的就是它們公司的架構 這個是上市前的架構 其實看到它們最大的股東就是那個豬先生 之後就是那個萬載 之後就是其他一些股東 另外有一間其實都是華大技術來的 那邊都佔大概9% 另外其實我們可以看一看 其實這個豬先生 這個博先生 其實他們這兩個是創始人 他們也是一個大華貨 大華技術的創始人 所以它們合計 其實它們佔了大概整個公司的大概三成 所以股權來說都比較上算是 集中在這間叫做大華的 大華技術的公司 這個都是可以留意的 大華技術這間其實都是做一些 智能的物業網切 那些解決方案 那些運營商服務 但是其實這間公司是在2019年10月的時候 被人入了這個美國的實體徵徵徵 就是它其實簡單來說就是 現在就在美國去拿東西的時候 可能有些出口限制 所以這樣其實對它自己 這間靈跑 其實就說它沒有因為這件事 所以受到影響 但是可能大家 可能要留意一點 可能是 大華應該是做那些 基石的 基石的那方面 其實都看到它 現在有幾間基金 都是一些政府基金 例如是一間浙江省的 浙江省產業基金 都是做一些投資 政府主導的一間公司 另外一間金華市 都是一個金華市紅股的投資公司 之後最後 其實都可以和大家分享 其他公司Q2的結果 因為這間公司 就是靈跑這裏 其實比較出到Q1 所以其實如果同學這樣看 其實Q2來說 其實那個performance 可能比較差 例如整體來說 revenue那裏 雖然是升 有些是升 但是下面那些GPM那裏 或者Net Income Margin那裏 其實大致上都跌的 這邊是 見到GPM方面 大概跌1-2% 另外Net Income Margin那裏 都是跌大概差不多 少回到24% 其他都跌8-7% 所以見到Q2那條數 可能有機會比較不差 因為市場這邊是 最底其實可以提到 Veluation Veluation這部分 其實見到 今次的價格是62元 那裏其實這樣圍回到 那個Market 大概700多億的 那裏是港幣 之後這樣再用到Q1的 revenue 成4 來當它是 全年的Sales 這樣計算 其實它的PS 差不多到8.9倍 如果跟現在來說 它同樣的方式 來計算其他公司的Veluation 其實是比其他公司 是貴很多的 所以這樣的話 可能 就是 這間公司來講 第一 它可能 它現在還沒有賺錢 第二 就是它的大股東 現在被人 在一個實體評價上 第三 就是它Q2的數 其實可能就 跟其他健身對手來講 其實它的差距 可能因為市場的時候 它都會差 所以它會跟著增 第四 就是它的Veluation 都是比較高的 所以我個人建議 這間公司 可能就 可以留意一下 但是就可以看一看 再抽到 還有整體整個電動車的 板塊 你見到其實都 開始競爭都非常激烈 即是你見到 就算國內的銷售情況 開始Q2沒那麼好 大家很多車都開始想 如何出口 另外製造成本 電池的成本 其實今年都上了很多 所以 我想 接下來這一年 所有的車廠 要盡量想想 如何增加武力 否則 其實很難去長遠發展下去 所以你見到 相對來說 做得比較好 給阿迪 因為它自己本身 所有的零部件 各方面 都可以有自己生產 可以控制到成本 以及它開始打出口的市場 但是整體來說 我覺得 電動車的內捲 情況都非常激烈 就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好 希望以上資訊 為大家以上談論 就是不惜共同投資買賣的建議 政教會 持平安士 不排除本公司員工合法 持有所說股票 投資者在投資之前做足夠風險評估 有需要尋求獨立專家的意見 謝謝 謝謝